方东生,无线新闻主播方东生凭着主持世界邻居离系列极长命百二岁,让大家见识到他独有的幽默感。 方东生在节目中认真搞烂盖,爆出一句又一句的金句,背后却又不乏深度,网民都大赞他的集才和主持功力。 最近,方东生主持的《寻人记》播出,再度掀起网民热化。 方东生一直都是高材生,中学就读南拔翠书院,1999年于香港中文大学西亚书院新闻及传播学系,以一级荣誉毕业GPA40,有中大才子的称号,在1998年暑假加入《无线新闻》任职实习记者。 实习期后,由任当港文记者至今,从未转职。 方东生之前在《世界邻居离》中经常展示外语能力,原来他会说广东话、英文、普通话、日文、德文、俄文及荷兰文七种语言。 才子果然当之无愧,方东生与妻子吴仙玲结婚十五载,而原来妻子是他的初恋,吴仙玲是方东生就同事吴仙莹的妹妹。 二人在吴仙莹的婚礼初次见面,而方东生对妻子一见钟情,所以为了追求他。 他特意去参加对方的教会聚会,更成为基督徒,终于抱得美人归。 在拍拖四年后,更拉麦天窗,从初恋到长相厮守,足以证明方东生真的很专一。 这样的爱情太让人艳羡了,除了是个专一的男人,方东生更是一名孝顺仔。 普遍男人婚后都希望可以与老婆二人世借,但方东生未了尽孝道,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, 在婚后与母亲联名买楼和妈妈同住,方便照顾他,而他的妻子对此并莫怨言,更与奶奶相处得非常融洽。 在新闻界打滚多年,方东生受到不少同事的爱戴,与他合作过的人都赞他风趣幽默,做事非常勤力细心,而且很有想法,同时又愿意帮助后辈。 他的旧同事黄紫盈就提及过有一次他要报体育新闻,但又不熟视有关术语,方东生就私下将笔记放在他的抽屉,教他如何能计快一点,根本就是暖男啊。 原来不知不觉,方东生已经效力TVB23年,90年代末。 他趁暑假加入TVB新闻部任职实习记者,之后继续留任做港文记者,然后升职做晚间新闻,六点半新闻报到主播,他曾两次货班结出员工奖。 不少同事曾赞他,做事认真,取写稿一定会审,无系就嫌班自过职,甚至有同事听闻他会捏住书包,里面有不打印机,方便随时印出资料备用。 方东生看似正经,但其实内里潜藏幽默基因,每次主持资讯性节目如《世界零距离》,长命百二岁第一,二级时都会自创风趣鬼马金剧带动气氛,不求令欢仲弟的开心。 还在短短几粒字中带出不同社会问题,很有心思,欢仲弟的投入,称他为生爷,一代笑匠,大赞他的表现无可取替。 甚至问他,何时有空搞练读校,见到方东生人气高,TVB一度将新闻资讯性节目放到黄金时段播放,迎进口碑。 现年44岁的方东生,为人勤力有上尽心,中学就读传统名校拔萃男书院,是校内辩论队队长,曾多次于比赛时大爆烂盖。 大学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系,博学多才的他取得GPA4,零满分,一级荣誉佳计,更获得新亚书院奖学金最高荣誉成名奖。 有中大才子之称,他中学时期的学生样貌与现在一模一样。 连发型也是多年来莫太大的变化,方东生才华洋溢,重精通气重语言,包括粤语、英语、普通话、日文、俄文、德文及荷兰语。 有次他去荷兰访问荷兰首相马克·旅特,他几场大骚流利荷兰文,对观众暂时尊重人,而且展现到个人修养和对世界的认识。 去到人密地方就讲当地语言,方东生不但学识渊博,还是个爵士好男人。 26岁之前,方东生还未拍过拖,连身边朋友都难以相信。 一个条件嫌好的人,之前竟然从未拍过拖,曾经一度怀疑他有问题,才子不愁没有着落。 买楼后两年,方东生就认识到一生之爱。 当年,他再就同事,前新闻主播吴仙莹婚宴担任婚礼司仪,对吴仙莹妹妹吴仙玲一见钟情,于是展开猛烈追求。 方东生知道吴仙玲是位基督徒,于是主动参加教会活动。 最后成功抱得美人归,亦成为了基督徒,才子配家人。 原来吴仙玲是一名运动健将,小学曾加入乒乓球港队,曾经于国际赛上击败日本队,为港争光。 他一度想成为职业运动员,不过因顺从爸爸的意愿,于中文大学英文系毕业,成为英文中学老师。 方东生早就认定这初恋是结婚对象,而吴仙玲亦对这个成熟稳重。 不爱叶仆的男人很满意,二人拍拖四年后于06年结婚,婚后方东生对老婆非常专一。 长大赞老婆心地善良,有内涵,美得令人舒服,爱妻专一式男人典范,广告。 外母想要方东生做女婿,愿望成真,他们能够拉埋天窗,其实方东生的外母最开心。 事关认识方东生前,有次外母在新闻报道见到她,已觉得她是好男人,一个男仔无措。 我有嫌看女婿就好喇,结果吴妈妈的愿望竟能成真,壮正口挂。 相信她一定很满意这个女婿,周嘉怡。 被网民风味新闻女神的周嘉怡,在2015年离开主播行列后,生活可谓有一个极大转变。 她先由奎永公屋,搬到全湾一豪宅自住,出入有男友出动辆车专程接送。 其后她转战金融界,担任融公司董事,负责市场推广工作。 闲时最爱在社交平台晒亮相肩包包,是Hermis的忠实Fans。 近日马场界传出消息,周嘉怡荣生做马主,周嘉怡近期频频现身马场。 试过带父母入场探查监观战,其后又现身好友的向上游打气。 想不到原来是初必因,今日马会公布,周嘉怡已获发2023-2024自购新马进口许可证,将会成为个人马主。 过往圈中有不少爱马之人,为了晋升马主行列,不惜大洒金钱。 既因即使能够负担的起入会费及日后的养马支出,都未必有机会。 事关成为马会会员门槛极高,所以能够成为马主绝对是相当为水。 周嘉怡在2005年加入TVB,担任过香港早晨,五间新闻,新闻提要,晚间新闻及六点半新闻报道主播的女将。 出镜率十分高,入行多年,传过不少绯闻。 现在2013年,被职与已婚无限主播许方辉踏着,闹出第三者风波。 其后又被引到与一名首带婚戒的中年男人同游商场。 再被引到与有名损盘Edward到中环称台脚态日本菜,转投金融界后,周嘉怡的外贸及行头都有所转变,经常见到他在IG贴晒新像。 很多时见到他用名牌手带、手表及手镯,是阔泰最爱品牌Hermes的忠实Fans。 黄晓莹,TVB资讯节目《寻人机2》沿用上级班底,由方东升火拍黄晓莹,李小新及黄敬廷主持。 如第一季概念一样,抱住恩放弃开心态,即继续用最古老方式寻找八九十年代昔日新闻被访者或故事人物。 虽然节目只细播出几集,不过就已经引起回响,成为网上热化。 除作金巨王方东升受网民爱戴,黄晓莹一成焦点,被网民大赞专业。 黄晓莹一向与方东升合作无间,先后合作世界零距离,长命百二岁,这魔远,那魔近。 而黄晓莹习上级寻人记,初心出力寻人泰表现,以获网民关注。 黄晓莹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,2011年在学期间已加入PVB担任实习记者,毕业后正式成为PVB新闻部议员。 期间曾任职驻澳门或战地记者、港文组、资讯专题、节目主持及专题记者。 2015年兼任主播,一年得到晋升机会,担任无线新闻副策划主任。 2018年主持香港早晨,六点半新闻报道,绝对细新闻小花之一。 不过黄晓莹已经名花有主,黄晓莹于2020年12月12日与六尺高男有注册结婚,容生人妻,不过疫情肆虐,直至2021年8月先正式洗酒店白酒宴客。 平日一向低调看黄晓莹,未曾公开与老公合照。 罗九当天义恩例外,只见梁凯宁、赵家运等主播席IG现实动态分享新人于宴会看甜蜜照片,以及个人看合照。 而从照片中递到梁凯宁所住看服装,与其他人迥然有益。 网民估计梁凯宁应该系姊妹团之一,李小新。 28岁的前TVB主播李小新于日前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被男友求婚,其后已经宣布他们已经正式成为夫妻。 李小新自去年7月宣布离TVB后,一直都未有公开去向,只是不时周游列国分享亮相。 原来她的新动向就是成为人妻。 李小新近日分享了一集婚照,她在文中写下了有关他们婚礼的心路历程。 刚刚完成人生最大的project我们没有聘请婚礼统筹,大小事务一手包办,筹备过程漫长,却非常享受。 想记下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,婚礼实在要兼顾太多琐碎事。 如果我的分享能让正烦恼准备婚礼的准心娘子带来一点点帮助,那也算是幸福传承吧。 她新一集的婚照原来在法国普罗旺斯拍摄,她一在文中有提及检缔地点及做资料搜集的情况,她选择了在一个庄园拍摄婚照。 李小新穿上了一件超级性感的婚纱,除了低胸设计外,背部原来更有地头,背部是用薄纱布料,可以把整个预备都显露出来,更显性感。 继续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